我們的黨籍委員 地方政府 地方議會黨團 也會積極的推動討論學校衛生法 保障我們的孩子不要在學校裡面吃到任何的核食 昨天 民進黨政府以最粗暴的方式 違反民意的方式宣布要開放核食進口 也對於2018年779萬民意公投的結果 是完全的踐踏 徹底的撕毀 國民黨一定強力的捍衛 公投 捍衛所有的民意 國民黨必須結合立法院黨團 地方各縣市政府 各議會黨團以及社會監督的力量 共同以具體的行動為民眾的食安 強力的來把關 明天我們立法院黨團跟智庫就有公聽會 也會邀請專家先生 讓大家清楚到底台灣 尤其是民進黨這一次的這樣一個貿然的舉動 對民眾的食安有什麼樣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的黨籍委員 地方政府 地方議會黨團 也會積極的推動討論學校衛生法 保障我們的孩子 不要在學校裡面吃到任何的核食 對於食品安全管理 自治條例 這是各地方政府在強力推動 由多個縣市 尤其本黨執政的縣市 都有這樣的自治條例 所以我們這幾項法案的修正案 或者是執行層面上面 我們一定會確保民眾的食安 不讓有核災核食進入校園裡面 影響民眾的健康